美国研发出可改变结构的液态金属,有什么用途? 美科学家称世界独有,事实却似乎并不是如此。 看过《终结者》电影的观众,一定对《终结者》机器人不陌生。 由于其可随意变形的液态体制,使得他们的战力强悍无比。 虽然这只是电影虚构,但是也无法保证未来不会成为事实。 实际上,《终结者》的主要结构就是液态金属,而液态金属实际上已经开始存在我们身边,比如温度计中的水银。 但液态金属的用途还远不止。 据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报道,军事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类似于《终结者》的液态金属。 这种金属可以随意弯曲、折叠,但电阻却可以几乎保持不变。 据美国科学家称,他们的液态金属可以承受高达700%的硬变。 但是,金属的电导率依旧不会变化,而且哪怕超过上万次使用,它依旧难以损坏。 如果将它运用到服饰上,或许可以让能量在整个服装上传输,而且在各种形变后也不会损坏等。 根据报道的描述,有分析称,它在美国未来最大可能性,或许还是应用于单兵作战外骨骼。 如果真的如此,那么包裹在液态金属下的人类和终结者也没太大区别了。 而且它的用途绝对比目前想象的更多。 这位美国科学家还称,这是当今市场没有的东西,他们很高兴让它传播在世界上。 言外之意,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是世界独有,但按照美军的性格,核心技术能传出来才是惯事。 不提美军是否会分享给世界,光说他们是世界独有,似乎有些太过骄傲了。 实际上,在液态金属领域,中国才是独步天下,美国只是后来居上罢了。 在2001年开始,沃国清华大学,中国科学院米花技术研究所,与中国农业大学的联合研究小组流进团队, 就提出过液态金属的概念,并且率先展开研究并取得多项成果, 比如会吃饭的液态金属,而且这些成就大多都是在十年前,但当时,国外对此领域却一片沉寂。 这意味着,我们已经领先世界十年以上。 自从流进团队的成果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后,山山来迟的各国才加大投入,成立研究工作室。 其中,美国光一家公司就得到过2000万美元的投资,相对来说,我国资金投入可谓少之又少。 而如今,美国的成果开始浮现,说明他们已经有开始赶上我们的趋势。 但相信等液态金属的优势不断浮现后,我国也将加大对此领域的投入,继续保持领先地位。